李老师,原来在短道的时候呢,有的时候他会让队员在比赛前,包括训练前,你们会喊一个口号,对吧? 现在速度滑冰队有这个口号,能跟我们分享一下速度滑冰队的通常他们上涨之前喊的口号是什么? 速度滑冰队也有喊,它因为是这样的,速度滑冰队一共有14个项目。 14个项目呢,我们备战的时候会分若干各组,每个组呢承担可能不同的项目,比如男女啊, 比如长中短呀,他会都承担不同的项目,所以呢,这些运动员呢,并没有在一起训练,因为他们的训练计划是不一样的,他们的主教练也是不同的人,所以呢,在这个时候呢, 他们更多的是以团队,以这个组为核心的这么一个训练的模式,但是呢,我说这个团队需要建设,建设就是要有一个大的目标, 大目标就是我们团队,比如说高天宇取得冠军之后,这个意义非常重大, 其实是对我们项目的发展,起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,怎么好投, 让我们越来越来越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起点上,能够继续的攀登, 其实这就是项目的目标,但团队的目标,比如说,我这个团队是高天宇, 我那个团队是另外一个运动员,那我们每个运动员都有自己的这个攻坚克难的, 或者是我们要达到,我们要追求的这样一个成绩吧, 这个时候呢,就是以团队为主,但是团队,我认为, 哪个团队,无论是大团队还是小团队,你最终都是要皈依的, 就是国家的目标,和团队的目标,和集体的目标, 这个一定要非常坚定,你这个团队才能够走向胜利。 这个团队就能够走向胜利。 站在 perspectives我们的边份, 好吗?